曾任權上訴之路 中院受理申請 Donald 落球車時 面露笑容 看來精神不錯 是瘦一點 老婆 小兒子 弟弟 妹妹 都有到停 Donald 在停車時 梦落很輕鬆 還打回一條 signature 的煲胎 相信除了Donald 自己 他太太一定是最緊張的位置 又停車時 還和太太隔著犯人藍塊玻璃 手貼手感 笑著拉下自己三嶺 跟家人說自己受阻 又感謝傳媒到場報道 被指援行會隱瞞向黃楚彪做屋 去年二月被裁定獨職罪成 判囚二十個月 就算他提出上訴 也只是減刑到一年 星期四 Donald 就直接向中院申請上訴許可 法官聽完陳時之後 決定受理 案件明年5月14日審理 咦? 那即是他一月出來都未開始審 不過曾蔭權沒有申請保釋 接下來這次審訊 預計要再花多他幾百萬 計上這幾年的縱費 比起當初那385萬設計年裝修費 曾蔭權已經付出十倍代價 說回這次有機會翻案的關鍵 是代表曾蔭權的英國御用大律師指出 陪審團除了裁定被告 是故意隱瞞租樓交易 還要裁定他明知租這個單位不合法 甚至不理是否合法 才構成法律上的蓄意行為失當 中院法官都認為 原審法官陳慶偉引導陪審團時 沒有帶出蓄意和魯莽這兩點 所以批准他上訴 就犯罪意圖、罪行嚴重性 以及有沒有對被告造成實質和嚴重不公 這三點作出爭議